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 脸何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说到比特币 大家会想到谁 钟本聪对吧 还会想到钟本聪在2008年发布的比特币的白皮书 说这是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这些话相信大家都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比特币的白皮书说这是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比特币的白皮书说这是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就是在钟本聪之前 比特币之前 世界有加密货币吗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cyberpunk 赛博朋克对吧 可是大家听说过cypherpunk吗 密码朋克 相信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是 正是因为密码朋克运动的诞生才有了比特币的诞生 说到cypherpunk 密码朋克运动起源于70年代 但是真正的火爆是在90年代 9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个时候美国政府试图要限制大家在数字世界里的自由 所以很多密码朋克就开始为政府争取这种自由的权利 所以cypherpunk顺便也开取了现代的人的个人隐私权的定义 基础的理念的讲解 看似和我们赚钱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大家要知道一句话 什么叫熊市播种牛市收获 在熊市当中我们现在只有沉淀下来 好好去学习和我们这个圈子相关的知识 知道比特币背后的这些密码学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它可以值得我们信任 为什么比特币不会归零 为什么它未来会越有价值 只有知道了更多的底层逻辑之后才能更好的了解 我们在市场当中我们拿到手里的数字资产 到底有没有价值 您说对吗 所以希望大家沉淀下来 我们一起来慢慢的梳理这个世界当中 越来越多的冷知识和它的底层逻辑 那今天就让我们沿着时间的轨迹 给大家来详细科普一下 在比特币发明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币链专题 我们的连载比特币前传第一步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70年代 公钥密码学技术的一个创立 虽然说从现在来看70年代那个时候 不管是照片也好视频也好 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年代 但是大家要知道密码学在70年代这10年 对于它今后40年的井喷石的发展 是一个奠定基础的一个作用 所以70年代密码学主要运用的是 军方在使用一些加密的通信技术 它的主要研究都是由情报机构 比如说GCHONSA等等这些机构 或者像IBM这种获得了政府 或者军方许可的研究室来进行研究的 尽管由一小部分的密码学用在了商业领域 大家能够使用 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是和密码学相关的 公众对密码学更是一无所知 这个时候在70年代出现了密码学三件课 有三个人出了一本书 Herman Diffey 和Murker 联合发行了一本密码学著作 叫公共密码学 就是这本书起到了引领大众 进入密码学的第一课 所谓的公钥密码技术 就是密码学的一种遍体骑士 那么密码学是一种什么呢 保护信息 免遭敌人窃取或者获得的一种学科 在现在的公钥可以保护大多数的加密货币的协议 而本质上公钥可以使人们通过并不安全的通道 把加密的信息发送到一个公众的地址 而且只有拥有公钥对应的私钥的人 才有权限访问并解密信息 那私钥用来干什么呢 用于签名和验证发出去的信息 举个例子 我要给您转一个比特币 首先第一您得给我一个比特币的地址 对吧 那么这个地址就包含了您的公钥信息 好我通过我的转账给这个地址发送一个比特币 过程当中呢 我用您的公钥对这笔交易进行了加密 那您在收到这个转账之后呢 用您的私钥对这笔交易进行解密之后 来验证是不是有足够的比特币存到了您的账户 那有个问题 怎么确认这笔交易是由我发送的 而不是由别人发送的呢 是因为我在进行这笔交易的同时 我用我的私钥对这笔交易进行了签名 您在收到这笔交易之后 用我的公钥对这笔交易进行验证 来确定这个钱是由我赚出去的 听着是不是有点绕 可以多听几遍 或者在以后的直播当中 我会再详细的来跟大家讲 私钥和公钥是怎么来运作的 那么就加密货币而言呢 虽然人们说可以在每一个地址上查到它的地址的余额 它有多少资产 可是如果你想动到里面的资产 对不起 你不能够 只有拥有相应私钥的所有者 才能够使用或者是发送里面的资产 那好 我们就把故事聚焦在这密码学三件课身上 我们先从谁说起呢 从Herman好了 Herman是三个人当中最年长的 他从小就受到了作为高中物理老师的父亲的熏陶 他说他记得父亲在书架上有非常多的物理方面数学方面的书 他都会取下来阅读 尽管那时候他根本看不懂 但是其中有一本书叫Cannot物理学 引起了他非常大的兴趣 所以他从小就对科学和物理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他立志要在这个领域当中发展自己 所以在他成年之后他选择了去纽约大学学习电气工程 在1967年的时候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了 22岁的他就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 24岁的时候发表了论文叫学习有限记忆 在这之后他去了IBM纽约的Thomas J. Watson研究中心 尽管那个时候Herman的工作和密码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好在IBM就拥有自己专门研究密码学的部门 所以在这个部门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位好朋友Horst Fistel 一个德国人德国的研究员 并且两个人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Fistel向Herman介绍了密码学 两个人经常一起共进午餐讨论密码系统当中 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IBM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Herman的妻子怀孕了 他开始问自己到底是要赚更多的钱 还是留更多的时间给家人 这和现代社会的难题一样对吧 到底是选择工作赚更多的钱还是把时间留给妻子 Herman做出了他的选择 他选择了回归家庭 之后他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的助理教授 在MIT他遇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的主任 叫彼得艾利亚斯 彼得艾利亚斯正在和当时被誉为信息论之父的克劳德香农合作研究 他们俩正式发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使用的现代的加密技术 在和Peter见面之后 Peter给了Herman一份香农所写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论文 叫做通信数学理论 如果说当时在IBM只是完成了Herman在密码学上的启蒙的话 那么这份论文则是开启了Herman对于密码和数学的真正理解 1971年底Herman回到了斯坦福大学继续担任助理的教授 但是在71年年底的时候Herman开始觉得说 他必须要专门的从事密码学的研究 为什么呢 由于他的知识专场和以前在IBM和MIT的工作经验 他相信密码学技术在未来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商业价值可以开发 所以经过研究他在1973年发布了他第一篇有关加密技术的研究报告 也就是在同一年在他的论文发表之后 他收到了一封信 信得署名的人叫做Witfield Diffie 好密码三件课当中的第二位出现了 好Diffie是个什么人呢 和Herman正好相反 Diffie在10岁的时候就第一次接触到了密码学 Diffie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学的一个教授 所以父亲非常重视对Diffie兴趣爱好的培养 从当地的图书馆给Diffie带来很多家庭看的密码学的书籍 Diffie非常的热爱数学 但是他非常讨厌上学 Diffie的智商非常的高 很顺利的通过了MIT的入学考试 在MIT学习数学的时候 他曾经尝试说自己去编辑这个程序 写程序写代码 但是他把编辑程序看作是非常低级的工作 讽刺的是Diffie在毕业的时候 他就是从事了一段时间软件开发 和其他他所谓的低级的工作 同时他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去兼职 所以在这里他解释了发明LISP语言的John McKenzie Diffie从John那里学到了非常多密码学边缘的一些技术 但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 John就是后来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神奇的存在 在John的指导下 Diffie开始接触了计算机哲学 并对网络和电子密钥身份验证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 在1974年的时候 Diffie访问了位于约克顿高地的IBM Thomas Weston实验室 那么和密码学的研究团队会面 而当时负责该实验室运行的人就是Horist Pfister 也就是引导Herman进入密码学的引路人 就在Diffie当时来访实验室的时候 他的很多学术上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国家级的认可 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那么国家安全局在收到Diffie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的时候 只是把它转给了斯坦福大学 从事密码学研究的教授Herman 所以Herman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我们俩认识是在1974年的秋天 我和Diffie相见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后来Herman和Diffie合作发表了一篇名为 《多用户密码技术》的技术论文 由于这篇论文又让他们认识了Larf Morker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默克尔树的命名者 一个22岁来自伯克利的计算机科学的学生 至此密码三件课全部到齐 Morker这个人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 在遇见Herman和Diffie之前 Morker其实已经在研究他的公药密药加密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他后来被称为默克尔谜题 就是因为他非常出色的研究 他在计算机科学CS244课程上 开始研究他的想法 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谜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敌人 已经掌握了信息传播的所有通道的时候 我们如何用已有的通道暴露的通道 来建立安全的信息的传输 也就是说进行加密的传输 由于当时没有任何密码学的理论和历史的知识 所以Morker并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如何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他把这些问题写在一张纸上 和同班同学和老师一起来探讨和分享解决方案 那么Morker的安全课程的班主人认为说 无法理解你的工作 你的这个假设根本就不成立 所以他让Morker滚蛋了 而Morker并没有就此放弃 所以他把他的研究的结论和他的这个课题 给了一个杂志叫CACM 一个很受尊敬的计算机的科学杂志 当然这一次也被拒绝了 不过拒绝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议题毫无意义 而是因为编辑认为说 他的所思所想 他的研究内容 根本就不是当下密码学的主流思想 其实Morker还和一名叫做彼得布拉特曼的计算机的科学家 分享了他的研究报告 那么这位科学家立刻就注意到了 Morker工作的价值所在 但Morker不知道的是 这位布拉特曼科学家就是Diffy的朋友 在Diffy邀请这位科学家去斯坦福参加密码学会议的一次乘车旅行当中 布拉特曼简要的概述了Morker正在解决的问题 显然Diffy多年来也被这个问题一直所困扰着 在听说某个非常年轻的计算机科学的学生 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Diffy突然就爆发了 他很生气 大家可以想想这种情绪 一个成熟的科学家 知名的科学家所研究多年的问题 居然被一个学生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这不是证明了自己非常的笨非常的无能吗 但是当Diffy再次冷静下来 开始审视解决方案的时候 Diffy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因为在当时 荷尔蒙和Diffy两人共同研究了一篇论文 就是在解决假设公药秘药可以工作的情况下 如何在不安全的范围之内来传输加密的信息 所以在了解了Morker的解决方案之后 Diffy给了布拉特曼一份他的研究报告的副本 让他转交给Morker 当Morker看完了两位密码学前辈的作品之后 Morker决定把他的论文寄给两位老师 而当两位老师读了他的论文之后 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的改变了 尽管Morker非常年轻 而且对密码学一窍不同 但是他的创造力已经解决了公开密钥分发的问题 这位23岁的年轻人成功的实现了学者们 多年来努力而不得的目标 但是Herman和Diffy发现他的解决方案有一个问题 就是效率低下 由于他们对密码学的充分理解 他们找到了一个更紧凑的密钥分发解决方案 来解决Morker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公钥密码学 很快他们的概念被写成了一篇论文 命名为密码学的新方向 在这三个人合作之后 Morker去了斯坦福 接受了Herman的邀请 成为他手下的一名博士生 1976年的11月 密码学的新方向正式发布了 他们讨论了密码学 公钥密码学和促进认证通信协议的基本问题 Morker因为独立的工作而受到了赞誉 但是最终通信协议还是被命名为 Diffie-Herman密钥交换算法 尽管如此在1977年的时候 当公开密钥获得专利的时候 Morker被认为是三个发明者之一 Diffie认为 Morker可能是公开密钥传奇中 最具创造力的人物 这本密码学的新方向 是第一次公众可以接触到的 最强大的加密技术 而且他们可以知道如何将加密技术 如何将密码学使用到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 会明白这将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 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走向 所以当政府知道有密码学新方向 这样一本书问世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设立密集 不能让公众得到和了解相关密码学的知识 我们能够在这里开始一个频道 来讨论相关的密码学知识 讨论加密资产 都是由这本书的启蒙开始的 其实后来又有消息透露说 Hollerman Diffie和Morker 其实可能并不是公开密钥算法的 第一个的创始者 有消息说 英国情报机构GCHQ的研究人员 最初就创立了这种算法 并且实际的应用了这种算法 虽然说国家安全局能看到一些信息 但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 无人知晓 所以从现在来看 假设这三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碰面 从来没有公开过任何公钥加密技术的话 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完全不同 Hollerman Diffie和Morker的出版物 成功的激发了新一波的创新浪潮 而这种浪潮是基于密码学为基础的 比特币就是在这个浪潮当中而诞生的 而政府对于密码学的控制 也凸显了科学家们进行分布式协作工作的重要性 我想这就是最早期的代码开源的必要性的认知 不能让有作恶可能性的人掌控话语权 密码学的新方向这篇论文的第一行 开头就说明了一切 他说我们今天正处在密码革命的边缘 当Hollerman Diffie继续研究着密码学的时候 Morker也在继续着他的工作 在70年代剩余的时间里 Morker作为Hollerman和Diffie的学生 继续在80年代影响着整个密码学的走向 后来又发明了密码散裂 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希加密 以上三位密码学家打破了密码学的障碍 让密码学进入的公众影响了整个80年代 而就在8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位密码学家 他叫大卫乔姆 那么大卫乔姆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又会对密码学带来什么样的推进呢 我们下回再说明晚不见不散